二十八年前,在河南省浦阳县的杨石巴郎村,发现了一块石碑。 石碑记述了这个村三千多名村民的祖先,是西夏的党像人一役。 据说,这块石碑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西夏学界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历史上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消失的西夏人,怎么会出现在中原地区? 根据史料记载,西夏的主体民族党像人是中国古江族的一支,他们最早居住在今天的四川、西藏等省区的黄河沿岸,属于游牧民族。 唐朝初年,党像人为了生存,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迁徙,他们的足迹一直延伸至陕北的吴定河流域。 党像人从游牧文化,逐渐过渡到了浓木并重。 公元1038年,西夏王朝建立,他与北宋、辽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直面。 2011年6月,我们来到了杨氏巴郎村。 村长告诉我们,石碑就在河对面的亭子里,因为听说我们要来,村里的许多老人一大早就等在这里。 杨美贵老人告诉我们, 这块石碑是他们的祖先留下来的。 早在十几年前,他们就自发组织了保护石碑的协会。 一共是修个人,这个修个人,每天晚上都用村落砍修工门,保护吧。 那么,这块石碑究竟记载了什么? 是这里的阳性村民如此悉心守护? 这块石碑已经用厚厚的玻璃围了起来。 为了更好的拍摄,村长和老人们开始协商,老人们能否同意拆开玻璃? 就在我们等待商议结果的时候,远处六座错落有致的牧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村民们说,这是他们的二十组糖果驴马和他的子孙的牧种。 事后我们得知,杨氏祖先采用铁链吊关的丧葬方式与当地的风俗完全不同。 那么,堂物驴马为何是阳性村民的祖先? 这些牧种又是怎样留存至今的呢? 据村民们回忆,原来的墓地规模要比现在大寒多,占地约280多亩。 在石碑的附近,我们找到了刻有文字的借桩。 借桩上面,堂物市之祖营的字样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史聊记载,堂物市是元朝对西夏移民的统称。 半个多小时之后,老人们最终同意打开罩在石碑上的玻璃。 这座玻璃罩子是阳性村民为了保护石碑,极资请人定做的。 所以,拆卸玻璃的过程格外小心。 石碑的全貌终于显现在我们面前 绕碑一周 顶部可有大元赠敦武校尉 军民万护府百夫长唐武功碑名的字样 整个碑体高大厚重 造型别致 那么碑的主人唐武功真的是膝下遗异吗 由于年代久远 石碑上的大部分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为了看清石碑上的字迹 浦阳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采用踏片的方法踏印碑文 二十多分钟以后 碑文上的字迹逐渐清晰起来 其中唐武台市居宁夏路贺兰山的描述令我们惊喜不已 这个宁夏路贺兰山是元朝的行政区计划 实际上在当年它就是西夏的复兴地带 他们的祖籍在那 他是党项人党项族 根据元史记载 公元1227年西夏王朝被蒙古军灭亡 尽管元史对于西夏灭亡的记载只有 四月下驻李献祥 而事实上 蒙古军对西夏人进行了毁灭性的屠戮 所到之处白骨碧野 数千里积成质地 直到今天 赫兰山一带从未发现西夏后裔 那么唐武台又是如何逃过那场劫难的呢 史料上说 全部杀光 实际上杀的就是西夏那些皇族 老百姓他不会都杀光 只要是臣服于他听他话的 他让你参军跟他打仗 碑文中 工程野战伪打相反 诸处征讨多货工 击数了唐武台跟随蒙古军南征北战 后来唐武台病死在军营里 那么唐武台的儿子唐武驴马 为什么会出现在蒲养呢 当时这个碑主也就是唐武台的儿子唐武驴马 才十岁 等他长大之后 他也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也跟随这个元朝的军队继续打仗 我们在碑文中看到大势既定 碎来开州蒲养 东南十八郎寨两地之间的记载 元朝军队灭了南宋之后 国家统一了 没有仗打了 这些军人就好像下放了 转成名户了 是这么到培养下来的 碑文不仅记述了唐武驴马一家开荒看田 开办义学 还留下了宁得子孙贤 莫求家道父的祖训 然而 碑文的内容与史实之间 究竟是什么关系 唐武市祖营 近邻黄河古道 村里人告诉我们 唐武宫碑能保存到现在 确实是个不小的奇迹 为了保护唐武宫碑 族人们曾把它埋在地下多年 埋过三次 哪三次啊 日本经常的时候埋过一次 在以前呢 平黄河的时候 哪里埋过一次 现在我也想 它不能按这头的 走进来传来吧 把这个碑埋了 我们发现 碑的右上角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村民们告诉我们 1933年的那次黄河大绝口 曾经使这里变成了一片汪洋 石碑的一角 就是在那次洪水中被损坏的 阳性村民 人和对唐武宫碑如此重视 碑文的内容 与史实有何关联呢 这个东西不错 这个 这个 就很少见 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特意从北京邀请了西夏学者白丁 他是最早来到鄱阳勘察的专家之一 他认为 唐武宫碑是典型的元代陆顶建筑 他的发现成为西夏研究难得的物章 这个一开始 成军四汉对西夏也是很不客气的 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西夏的东西 温物保存很少 包括西夏亡灵 他灭了西夏以后呢 他不太能夸 这都打成一块一块的 人人们在这这么多报复 白斌在对唐武宫祖因考察过程中发现 唐武台和唐武驴马父子从军的经历 与元氏朵尔赤当中的技术非常吻合 元氏祖在约见西夏战将朵尔赤时曾说 地以西夏子弟多俊益 欲试用之 这个元氏祖呢 他就是大量的用西夏人 他认为西夏人的文化高 是吧 各方面都很优秀 所以氏祖在他建国以后呢 他的国内的政治经思 文化宗教各方面都是内用西夏人 西夏王朝在长达一百九十年的时间里 努力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 到了第五代帝王李仁孝时期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他们用开国皇帝李元浩 以汉字为基础创制的西夏文字 制定了中国中古时期 唯一保存完好的国家法典和双解字别 西夏人 就是唐国人受这个入家文化 还有佛教文化的影响 所以呢 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他就懂得树碑 懂得修家补 像这样的东西出土呢 就是补足了我们类似上 没有的记 没有记载的东西 是吧 再一个也典型的表明了 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融合 就累以来多民族融合 这么一个过程 它一个眼带的过程 这个脉络 能看得很清楚 也比较典型的 杨氏族人分布在五个乡镇 其中杨氏巴郎村 共有三百二十户人家 今天收成好不好 可以 这位村民自豪地告诉我们 这些小麦的收成 足够支付孩子们上大学的费用 我公里的三个大学生 别的一个了 他参加工程的一个了 这两还没有别的 啊 公里家就三个大学生 对对对 啊 然而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 阳性村民的相貌 和当地的其他人 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不同之处 那么 除了堂物宫碑之外 还有什么可以证明 他们就是西夏一役呢 村长告诉我们 杨氏家族的祖谱就保存在杨存嫂老人家里 当得知我们要了解祖谱的一些情况 老人显得非常开心 他的儿子杨学景打开了老人卧室里的铁柜 杨学景说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因为村里正在为十年一次的续写祖谱的仪式做准备 按照惯例 阴历初五是晾晒祖谱的好日子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 杨氏族谱是用上好的锦段制作而成 我们在祖谱上看到了大原自信唐物 原居赫兰山人士的技术 这与唐物宫碑的记载完全吻合 这些家仆在你们家多少年了 小个年代 我是大我的老爷 我的老爷 什么都带我家来 杨存藏老人说 为了保护家仆 他的祖辈遭了不少罪 清朝末年 祖谱被途经这里的农民军抢跑 他的老爷费尽周折要回了祖谱 并把他埋在地下保存起来 然而1933年黄河绝口 洪水淹没了山东河北河南三省 水过来了 都赶紧爬着家不上去西里头 都赶紧先拔 拔出来的柜啊 那一线的啥都没有 都漂泡了 这样拔出来 你看这还现在 晕着鱼儿不 你看现在晕着鱼儿快一快的 就它是哪一次 那里来 1937年 日本发动了 续谋已久的清华战争 到我父亲那一半 日本都进入国了 日本进入国 家啥东西都不要 都被这家不上去 跑 一去村 那日本都看见了 看见了 他都喊着叫战 他那学法站不动啊 都站 父亲也不敢站着 不几分开墙啊 杨存早的父亲 侥幸躲过了日本人的子弹 然而家里所有的财物 被洗劫一空 都不要了 都不要了 光学 保护这 为了祖先 就这样说 能自 张明九路 不能将他的家 不上去 因为族谱太大 杨学井 每次都要上到房顶 然后从屋檐上面 把族谱 悉心地垂挂下来 许多杨性村民 也赶来帮忙 那么杨性族人 为什么选择杨存早一家 保存族谱 老人说 自己也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他只记得 代代相传的族训 杨性村民 面对族谱 各自寻找 与自己相关的族人 按照杨氏祖团的惯例 已经去世的杨氏族人 就会按辈分 记录在这宽大的族谱上面 杨存造老人 搬出了一个古旧的小木箱子 箱子里面的物件 用油布 严严实实地包裹着 老人告诉我们 这些族仪藏书 被珍藏了六百多年 树善级 是唐物阳氏 四十组唐物重洗 编辑的一部文集 我们发现 文中多次称它为阳重洗 那么唐物是 为何要改为阳性呢 老人的说法 我们自然无法考证 但杨氏家族制定相约 出重金兴办书院 还有高强的武艺 曾经远近闻名 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 杨存造的老爷终于按捺不住了 老人说 过去每个杨氏家族的男性 从小就开始习武 尽管老人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 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老人曾经的威风 现在老人把祖传的武艺 交给了自己的侄孙 对于杨氏家族来说 续邪家谱自然是一件大事 按照几百年来留下的方俗 他们请来当地有名的戏班 唱戏助兴 在村东头的困地上 开始搭建戏台 我们专门是从培养市 整个大平道集团 为这个杨氏家族 续谱 可以安排的市场戏 村里的老人和孩子 早早赶来看热闹 有的村民迫不及待地放弃了鞭炮 在树山集里 我们发现 与杨性家族来往最多的 就是一公里之外的高村 那么杨氏和高氏究竟是什么关系 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特意来到高村 在村北的这块石碑上面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描述 高淑琪告诉我们 对于祖辈流传下来的这个说法 他们也曾经做过一些考证 可惜至今仍没有结果 不过每逢遇到大事 杨氏都会邀请高姓人参加 三个月前 他们就接到了 参加杨氏续蟹家谱的邀请 那这个 只要他们有事 或者我们有事 都很整整来互相邀请 农历五月十五 是杨氏家族续蟹家谱的日子 按照惯例 年长的杨氏族人带头叩拜 迎送祖谱 在村东头的空地上 十里八乡的人们也都赶来祝贺 按照祖辈留下来的规矩 杨氏族人先在糖物碑前点燃香火 祭拜祖先 之后 举着香火来到摆放祖谱的地方 以示杨氏族人心火相传 西夏学者白斌也参加了仪式的整个过程 所以这个浦阳这个党 西夏拥到当地 就说明我们类似上 民族融合的一个很典型的类似 祭拜仪式结束之后 杨氏族人就开始续写家谱 执笔的人都是杨氏家族德高望重的长者 老人们把最近十年出生嫁娶的杨氏家族新成员的名字 工整地续写在家谱上面 戏台上的大戏也正是开演了 我们在拍摄期间深深地感受到 作为西夏一役的杨氏族人 对自己先祖的崇敬和热爱 也见证了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历程 这里有一座村庄 上到八十岁老人 下到四五岁的孩童 随时都能录一首杂技绝火 这里走出的杂技演员都是地道的农民 却能演出一场高难杂技节目 敬请收看左边中国杂技之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